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项目实战 从您开始搭建WebApp项目框架详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FoneGap FoneGap是一个基于EdgeTML,CSS,JavaScript的创建移动框架 创建移动框平台应用程序的快速开发平台 它使用开发者能够利用iPhone、Android 还有SATAM、Windows Phone 都是Windows产品的 和一些黑莓智能手机的核心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主流是Windows Phone 然后是iPhone、Android 包括地理位置 包括地理定位、加速器、联系人、声音震动 此外FoneGap 拥有一个丰富的插件可以调用 这个可以略过 就是一个信心的 不用安装 不用每次打包 安装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调试FoneGap应用 我们是整个介绍快速的去开发移动端的话 我们现在是介绍一个是Ionic 安装NPM 首先我们会下载一个NodeGIS 我们去官网可以下载一个 我们把这个下载以后安装 这个是基于Chrome、JavaScript 运行时建立一个平台 方便来搭建快速易于扩展的网络应用 NodeGIS接触于视线驱动 会阻塞Io模型 变得轻量和高效 这个我们就不用介绍 这个在NodeGIS官网下载以后 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以后我们可以在程序里面打开 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输入命令 首先我们会NPM Insert 安装一个FoneGap的一个组件 这个是要安装的 一个Ionic也要安装 Ionic是一个移动框架 安格拉GIS 这里就不用说了 使用ISP.NET 提供数据源开放数据接口 可以用PHP和Java都可以 或者是GISP去写着开放数据接口都可以 我们在这个前提是必须提前安装NodeGIS 然后如果需要修改代码的话 就安装封盖补搭建安久开发环境 建议使用增计调试 好首先我们在命令框里面 输入我们刚才的这个代码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还会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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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奖 我们进入一个test文件夹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刚才的代码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好,现在开始创建 它的一些文件我们稍等片刻 刚才可能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使用过这个命令 然后它里面有它的涵盖它的文件夹 所以说可能会出现提示 然后我就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然后再来给它安装 这样的话它就从Github里面下载它的一个文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现在我们已经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入这个文件夹 我们进去以后 添加配置 我们还要得加入一些配置 给它绑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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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将我们创建好的包给导到手机里面去 好,接下来我换一个命令型的一个工具 然后使用这个命令 然后把它打包 好,这个是 好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打包压缩 然后把它放到手机浏览器里面 我们看一下圈屏 首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刚才我们创建的麦子APP 然后我们稍等片刻 然后它这个地方执行完成以后会多出一个应用出来 然后我们再打包压缩 我们再打包压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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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把它变成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速度为什么越来越慢呢 按照我们以上的流程应该我之前试过的是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重新走一遍 希望这一遍能成功 好的 我的项目已经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进入乌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重复以上的流程 你看它这个地方有告诉我们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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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步 我们成不成功就看最后一步了 应该没有问题啊 麦子 APP2 你预告一εται 大概 unified Pay anybody 是 中 叛递 牛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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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应该不影响学习的话 我先到SASAPP 这个地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可以先在这个里面运行一下 这是我之前的项目 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可以用的项目 然后我把它再来拿来演示一下 正常的情况下会根据这个四个步骤 它是会运行成功的 那可能在没有网络的话 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然后它的SDK包也要下载 那SDK包我们建议 有别人他会在网上把SDK包和开发工具 集成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下下来 就解决了繁琐的开发环境 然后我们进入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已经安装成功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对就是这个 已经安装成功了 你看没 就是这个 它的名称是 Saisapp 你看这是我之前做的 这个的话呢 它运行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你看见没 生成以后 这就是我之前的项目 然后它没数据 可能就是没有显示图片 但是这种开发模式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通过这三个步骤 可以完成 完成一个 web app的搭建 然后我主要的讲的是 这个地方 它有帮助文档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帮助文档来 然后去创建我们的app 首先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四个步骤的前提是 把 安久的那种 SDK包 一定要安装 因为搭建安久的环境 也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我们去下载那个包 如果有经验的话 很快就能搭建 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它那个去谷歌 因为被强调了 所以说 有东西下载不来 文件下载不下来的话 你就在网上去找一些 别人已经搭建好了 然后解压就可以 运行的一页环境 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再加下一个 加一个node.js 因为这个里面 包括SDK一起 所以说 这个地方就不熬数 我主要的是 讲的这是 12345 12345个步骤 12345的一个步骤 我们把这个了解了就可以了 好 感谢收看本教程 谢谢